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两个人物 一个是被誉为政界黑马希望之星的陆浩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 被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是团派的昔日明星 提前谢幕靠边站 共青团最后一代船人日落西山 而另一个被戏称上线常委下线秦城的攀越 改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 则被认为是北京内部缓和的信号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担任自然资源部部长四年多之后 两届中央委员55岁的陆浩 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陆浩40岁晋升正部级 此前他是国务院组成部门最年轻的一把手 这是陆浩经14年来担任的第四个政省部级职务 2008年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13年任黑龙江省省长 2018年任自然资源部首任部长 2022年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 陆浩18岁入党并被保送至北大 19岁竞选北大学生会主席 28岁任国企厂长 32岁升政厅级 35岁升副省级 40岁升政部级 45岁任省长 51岁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一把手 是18届19届中央委员 陆浩是上海人 现年55岁 1967年6月出生于西安一知识分子家庭 1985年18岁的陆浩入党 成为文革后 西安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中学生共产党员 1985年陆浩以省市两级优秀学生干部 西安市唯一的中学生党员 共青团 西安市委唯一一名中学生委员的身份 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后又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其导师李宇宁也是李克强 李源潮等人的研究生导师 2008年的5月40岁11个月的陆浩 接替胡春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从而继身政部级官员序列 不过他的几位前任如宋德福 李克强周强等在出任该职时 都比陆浩还要年轻 共青团领导人后面都升职去了国家机关 比如80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 就是从共青团开始打江山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是一样 李克强总理也曾是共青团的一把手 在2008至2013年 担任共青团一把手的陆浩 也不出意外地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果然他随后被提拔成了一省之长 2013年3月45岁的陆浩 外放出任黑龙江省的代省长 三个月后任省长 秦一智接替其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在任黑龙江期间 适逢东北经济下行引起中国人的注目 陆浩的仕途则备受考验 黑龙江一度是铁锈地带 被关闭的重工业工厂秀迹斑斑 他曾因为本世纪早期的振兴计划有所起色 但现在又一蹶不振 油田产量已经过了峰值 也正在走下坡路 在2015年 经济学人一篇文章 省长陆浩迈向权力之巅 提到陆浩这样的人很少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但一个见过陆浩多次的外国商人 说他敢为人先 呼吁重用海归人才 是一个干净满满的管理者 另外一个外国人和他很熟 说他敏锐出色 专注也很擅长脱稿演讲 这是中国官员少有的习惯 但或许也正是这样的习惯 导致了他接下来祸从口出 在2016年3月 在全国人大会议 黑龙江代表团开放日上 时任黑龙江省长的陆浩 针对黑龙江最大的国企 龙梅集团改革 给予回应时说 龙梅景夏职工 8万人到现在为止 没有少发一个月的工资 没有减一分收入 而据媒体公开报道 陆浩的表述 在龙梅集团内部 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部分龙梅职工表示 龙夏职工也有欠薪 并不像省长所说的 没有少发一个月的工资 因此后来陆浩公开表态 这个事情我说错了 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 不管任何原因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就要改 改完了就要解决问题 陆浩担任黑龙江省省长 近5年 2018年3月陆浩重回北京 出任新组建的 自然资源部首任部长 此后一直是国务院组成部门 最年轻的一把手 自然资源部是2018年机构改革中 新成立的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 负责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进行监管等等 国务院中心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总是综合性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有人认为是当时的李克强出手 帮了一把他的小学弟 拯救了因龙眉欠星事件而陷入被动的陆浩 把他搞成了自然资源部的部长 虽然现在陆浩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组书记在外界看来被贬的行政权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能真的是李克强下的一手大棋 利用这次的人事调动 调整国务院的幕僚系统 利用这个来团结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 另一个人物则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 改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党组书记 即将成为第二位汉人民为主任 消息传出之后 他的一篇就作 中国五湖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在网上热传 该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 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 解析了罗马在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 欧洲再未统一的原因 五湖主要指的是 匈奴 鲜卑 杰 枪 抵五个游牧民族 趁西近率弱之际 征服汉地北部 建立地方政权 传统史书称为五湖乱华 这三百年历史极为血腥 但在攀岳笔下 成为了湖汉文化大交融的入华 颇为浪漫 攀岳发表此文时 时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党组书记 已是政部级高官 据称历史学 政治学 哲学 民族学等领域的多位专家 给予高度评价 并各书己见予以呼应 由攀岳主管 中国民族政策可谓人尽其才 攀岳是历史学博士 能师善文 是中共党内才子 对政治 文化 宗教 民族都有涉猎 六四事件之后 他主持撰写的 苏联巨变之后 中国的现实应对于战略选择 轰动还没外 在20年前 他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必须与时俱进 建议修正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传统认识 亦引起关注 出掌统战部旗下的社会主义学院之后 他热烈响应习近平提出的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断 推动编著中华民族共同体史纲 中华民族交融史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教育 进课堂 进教材 进人心 在两年前 攀岳在学院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提上党课 指出必须完善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 逐步将民族优惠政策转向 区域优惠政策 将民族身份政策转向 公民身份政策 将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的优惠转向 本地区所有公民的优惠 及时修订法律法规中 不利于民族交融的相关条款 可以预料 作为国家民伟的新掌门 他可能会继续淡化民族差异 推动民族融合 国家民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早成立的中央部委之一 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 国家民伟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 为政部级归中央统战部领导 此次履行的攀岳 是中国第一批环保记者 曾任原环保部副部长 13年2016年离开环保系统之后 攀岳先后任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央统战部是较早继身 政部级的60后高官之一 现年62岁的攀岳 是江苏南京人 出生于河北石家庄市 历史学博士 其副攀田 是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 参与组建 解放军铁道兵部队 文革期间遭批斗和隔离审查 1976年 副职的攀田 把攀岳送到属下的 第38集团军铁道兵 第13师当战士 攀岳在军中服役6年 1982年退伍投入新闻行业 他先后在经济日报 中国环境报工作 并参与后者的创刊筹备 成为中国环境报记者组组长 也是中国第一批环保记者 1986年 攀岳参加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 一次记者团活动 才写批评信调查报道 披露云南滇池 环境污染的问题 此后 攀岳短暂离开了新闻行业 先后在国家空中 交通管制局研究室 北京房山区委任职 1988年底 攀岳重返报业 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的副总编 1989年底 任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 攀岳和李源潮的交集 也颇为丰富 是李源潮在共青团的重要人物 1989年 攀岳在中国青年报 任副总编时 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 28岁的他开始 从全局的高度 对中国的变化 进行深层的观察和反思 从那个时候开始 年轻的攀岳 已经成为当时 各种报纸理论版的主角 1991年 面对聚变后的苏联和东欧局势 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 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 名为苏联聚变后 中国的现实应对于战略选择 这份研究报告直接上报中央 并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 其后几年 这篇文章一直被海外各主要媒体 反复登载 而这份文件 正是1991年9月 攀岳主持的一场研讨会的结果 1993年 攀岳被调任团中央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 开始了针对青年思想状态的调查 和研究工作 为了真正了解中国的思想脉动 了解中国青年 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真实看法 1993年7月 攀岳主持策划了 后来被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的中国首次最具权威 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 这次调查历时一年 形成了1994年 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其中的数据和结论 成为海内外报刊和各大国 研究中国青年动态的权威性资料 这一次的调查结果 在后来风行一时的两本 政治类畅销书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中国可以说不 所折射的强大民意信号中得到印证 这两本书都曾令海内外一片哗然 而在2000年的时候 40岁的攀岳成为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1998年成立的这个提改委 是国务院办事机构 负责协助总理办理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事宜 在2000年的11月 时任广东省委常委 副省长的王岐山 转任提改办的主任 攀岳成为其下属 两人共事超过两年 攀岳在2001年还曾出版 攀岳诗文选 他在自序中称 写诗如同做人 要有个灵魂 要有个精神 而为了弘扬他 更当具备一股子 真真切切 坚忍不拔 无私无畏 无怨无悔的勇气 于意志 以上就是今天 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 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